说到如今的网红举办活动,可以说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,但是对于有的网红来说,确实非常的低调,几年不举办一次活动,举办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低调,但是低调归低调,各大网红也是非常的给面子。 曾分为其出视频,其实对于一个网红举办活动来说,不是看你有多么大家旗鼓的举办,而是你自己有多么大的实力,不用邀请网红,人家自己就会来了,要是对于天佑举办活动的话,估计也没有不敢来的网红吧。 所以说对于网红们举办活动,还是要自己非常的有实力,而今天也是网红剑哥举办活动的日子,可以说也是非常的低调,现场也是没有邀请多少网红,只是在网上举办一下。 各大网红也是分分出视频,其中有白白小白,张尔草,小依依,姚永春,表哥等众多的大网红,排面也是非常的大,对于网红剑哥的活动,不得不说还是很有面子,而剑哥的生日活动,也是定在了九点。 而九点大家都知道,是小依依直播的时候,小依依这次也只是提前直播了半个小时,把时间点让给了剑哥,不得不说小依依这次做的还是非常的好的,其实对于网红们举办活动,只要是关系好的,只会让点直播。 当然对于个别的网红不这样做,也是会被粉丝挑里,上次流氓举办活动,就因为这二嫂对点开直播,两个人的关系也是闹得非常的僵,而聪明的网红让点,一是显得大气,二,来在网友们的心中也是有个好印象,而对于剑哥的生日活动,这次也是非常的低调,现场的网红是没有来到几个,当然这也不是剑哥没有面子, 而是剑哥没有大半,毕竟对于举办活动可不是那么容易举办的,说不定还被人挑里什么的,而这次剑哥的活动自己也是没有大半拿,只是小小的举办一下,因为参加表哥的婚礼活动,现场就留下了几个人,现场的网红都有表哥,石头花,姚永泉这几位网红,不得不说对于网红们举办活动,姚永泉可是一场都没有来到, 下下,但虽说姚永泉参加活动是画面很多,但是一没有活动的时候,姚永泉的人气就非常的低谜,而因为长期的参加活动,也是导致姚永泉本身自己是没有多少铁粉的,不得不说一个大网红,是要有自己的铁粉的,而如今姚永泉现状就是粉丝很多,但依旧是一个中型的网红吧, 这次健哥举办活动,也是足以证明健哥和表哥的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好,要知道对于表哥也是刚刚的举办活动,但是表哥的婚礼,却没有邀请任何的大网红参加,只有健哥一个人参加了婚礼现场,不管表哥的婚礼是没有邀请网红,还是什么, 但是和健哥的关系真的不一般,而这次健哥举办活动,也是代表哥哪里举办的,不得不说对于这两个人,都是低调的网红了,要是换成其他网红举办活动的话,不走个秀都说不过去,不管怎么说,对于健哥今天举办的活动也是很是成功,先不说现场有没有网红,就是个大网红都给出了视频, 就足以证明健哥的人员还是非常的好,而这次健哥举办自己的生日活动,也是自己玩网络这么久了,四年来第一次举办活动,也是没有大罢,可以说对于如今健哥这样低调的网红已经不过了,现在的网络环境,只要是稍稍的有点网络实力的,只会举办网红活动,可以说对于他们来说举办活动只要是有机,都不会放过, 而过几天马上浩南也是要举办活动了,可以说对于浩南来说,已经举办了过好几次的活动,如今女儿满月也是要在网红举办,真的是不知道如今的网红是怎么想的, 当然对于网红们举办活动,有时候也是非常的无奈,不举办活动,你就得参加网红活动,这样下去那个网红也是受不了,所以说现在对于网红们举办活动就是一个循环,今天你举办,明天我举办,就看谁的活动多吧,谁的活动多,谁也就赚了,可以说对于举办活动比直播特要强太多了, 话说对于网红剑歌举办生日活动,白小白,小依依分分出视频,网友,右排列,你怎么看,欢迎留言评论,免责猙獰,文中图片引用自网络,如有新群请联系删除,文娱乐全八题,未经允许谢绝转载,关注小编没坎坷,前方一路小平坡,喜欢的关注,点赞,评论,转发,不喜悟喷。